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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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分了 分得好 徐青这个渣男 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 你们分了好 暗恋你的人大有人在 何苦吊死在他这么一棵烂树上啊 是 是 是 你啊 你啊 就是性格太温顺了 说得难听点 就是逆来顺受 我记得以前有人跟你告白 你就轻飘飘的一句话 快把人给气哭了 还有徐青那个傻屁 谢宁 谢宁 我错了 你们俩在一起后 他身边的花花草草有少过吗 别分手好不好 不好 早几年前我就把他踹到十万八千里外了 喂 你有没有在听啊 有 我都说了这么多次了 你有听进去一次吗 我跟你 烦死了 又来活了 不得了啊 嗯 什么玩意儿啊 你笑什么 没什么 要不你来抓 不了吧 我身上没有硬币 我有 哎 抓不到算我的 抓到了就给你 嗯 这样走起来吧 行 什么破鸡子 还算是有点本事 这个送你了 这是什么 鲨鱼 是蓝鲸 哦 里面还有几个硬币 你去抓完吧 嗯 刚才没有仔细看 嗯 这人衣品还算不错 脸也挺好看的 倒挺符合我的胃 哦 手气不错嘛 这兔子看起来 和你还挺像的 嗯 我这里还有不少的硬币没偷 你要继续抓吗 不冷 再抓我也拿不下 我要回去了 哦 哦 哦 都给你 哦 谢谢 对了 下次出门的时候多穿点 啊 你动得脸都红了 耳尖也是 跟个兔子似的 哎 走了啊 到底哪里像了 老庄 老庄 蓝鲸 丑丑 哎 说好的陪我视察呢 跑哪儿去了 害我好找 齐瑞 以后不要从后面拍我 哎 这不是刚刚叫了你几声都没回吗 这是啥 多年不见你审美变这样了 嗯 您也觉得丑 是吧 别人送的 你都把脸包成这样了 还能招逢隐蝶 能的呀 不是 是一个挺有趣的人送的 谁呀 男的女的 长得怎么样 男的 长得 还不错 不是吧 你这样挑剔的人 居然也有不毒蛇的一天 我倒是好奇了 这人到底长啥呀 这人到底长啥呀 脸和耳朵被冻得红红的样子 真是可爱 有 卷奏 对了 我给你这家商场提个建议 嗯 什么建议 娃娃机太少了 我觉得可以多加几个 啥 啊 是的 分手了 真分了 千真万确 没开玩笑 不会复合 您 说啥呢 是你呀 这几天被人问怕了 都有点应激反应了 你呀 对了 我从大学同学那里得到一消息 什么 庄严回国了 庄严 是谁呀 就那个 徐庆以前追了好几年的那个呀 庄严 想起来了 徐庆心心念念 求而不得的白月光 对啊 就是他 他那些狐朋狗友不害八卦说 徐庆就是把你当庄严的替身 才和你在一起的嘛 一天到晚正事不干 就会胡说八道 其实吧 他们也不算胡说八道 啊 那个傻逼他真敢把你当替身啊 气死我了 你 你怎么能这么由着他欺负你啊 不行 你今天中午出来跟我吃顿饭 我要跟你好好说一说 行啊 去哪儿吃 去吃火锅吧 地址一会我发你定位 行 徐庆的白月光回国了 那又关我什么事呢 那天那个人是怎么围着来着啊 还挺暖和的 谢您啊 你 你终于肯见我了 你把我微信删了 我给你发短信 你又这么久不回 我还以为你不想见我了呢 我的确没有看到你的信息 只是正好要出门 没事 能见到你就好 我 我是来求你的原谅的 我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知道是我不好 是我一时鬼迷心 叫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你 你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不好 为什么 谢您 我知道是我的错 我改 只要你 只要你能原谅我 我一定改 谢您 原谅我好不好 好 为什么 这话该我问你才是吧 为什么你会觉得 在我亲眼看到你和别人上床之后 还能继续和你在一起 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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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罢我 你打我 徐青 我骂你打你似的样子 是不是和庄严特别心 这人怎么就能这么烦 这是阴魂不散 是啊 大家好聚好散不行吗 真是太不要脸了 对了 我之前 他刺激你 一直没敢问 你和徐青是怎么分手的 你不是一直都说 他品行不端 床单一个接着一个就没断过 天天劝我和他分手吗 是啊 可那会儿你总是不信 还问我要照片 他和那些小明星的绯闻满天飞 这是谁不知道啊 可床照我哪拿得到啊 我不是不信 只是觉得 有照片才好分手 你当恋爱分手是查案子呢 还要有证据才能给人定罪 不是吗 我 你这脑回路 我都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了 算了先不说这个 那你现在分手 是找到证据可以给他定罪了 前两天我有张画稿 落在他家了 我去他家拿 然后正好撞进他和别人上床 什么 他妈的他居然敢把人带回家 你消消气 我怎么 我消你妈的气啊我 早知道我就该找人打他一顿 把他第三条腿我给他打折 这么嚣张我 还敢把人带回家了 你 你有没有当成打他们一顿 没有 能骂他们一顿呢 也没有 我真是 你等着啊 我给你算账 我操你妈的徐青 都他妈把人带回家了还想着复合 要不要点逼脸啊 识相点就离我们宁静远远的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啊 妈的 看见没 这样才解气呢 你给我多学着点 其实说实话 我挺愧疚的 当年要不是我急着想让你走出来 也不会看左眼 让你和徐青在一起 来 多出点 嗯 对了 你住的那个小区安全性不怎么样啊 怎么就让徐青找上门了 你赶紧和门卫说一声 下次别放他进来了 我和门卫提过了 可是门卫也拦不住啊 徐青在小区里也买了房子 他也是业主之一 那也不能让他这么骚扰你啊 要不这样 你干脆帮我那住几天吧 他要是敢找上门 我就敢把他打废了 不用这么麻烦 我打算去湖边别墅住一段时间 爷爷送我的成年礼 我很少去住 趁这个机会正好去住一段时间 嗯 那倒也行 那你就赶紧搬吧 来 走 我送你回家 嗯 省得再碰上徐青那个傻逼 刚好 我这两天发现一部不错的电影 我买到了蓝光 胡宾别墅呢 有个小放音室 到时候一起看看 嗯 好啊 啊 我就不该来陪你看这个电影 应该再帮你搬完东西以后就走的 这个电影我实在是理解不了 你从哪儿找到这个片子啊 嗯 它不是很有名 是因为入围的干纳电影节 知名度才高了一点 虽然最后没获奖 嗯 嗯 它的画面是很美没错 但我实在是没看出这部电影有什么深意 我现在终于理解它为什么这么冷门了 很正常啊 这就是独白的导演想要的效果 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的美术设计 无论是构图 镜头 还是色调 导演都运运得非常大胆 唉 你们艺术家的眼光 我理解不了呀 嗯 嗯 嗯 其实 我对这方面还挺感兴趣的 颜希 我想从游戏原画 转到影视原画去 你 唉 算了 反正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呗 你知道我是一直支持你的 唉 这部电影的导演是 庄严 我靠 这个人怎么和徐青一样隐魂不散的 唉 导演后面不是个英文名吗 我知道 麦克斯对吧 这就是庄严的英文名 真的假的 当然了 庄严大学读的就是传媒分院的导演戏 出国进修以后一直在国外的娱乐圈混 听说还是个什么 新锐导演 麦克斯就是他给自己取的英文名 一听就自答的不得了 你查过庄严 什么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连人家英文名都知道 我还不是为了你才关注他的 不过这些真的不用我查 周围都传遍了 传什么 算了 你和徐青分手这事 大家最近都在八卦呢 我知道啊 就是 好巧不巧的 庄严又在这时候回国了 本来毫不相干的两件事 不知道怎么的就被他们联系在一起了 这传来传去的就都说 你和徐青分手是因为庄严 徐青放不下他才和你断了 就 简直就放屁嘛 明明是你甩的徐青 我帮你解释他们还都不信 一群傻逼 你哦什么哦啊 你就不打算澄清一下 太麻烦了 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我嫌烦 我说大少爷 你能不能别这么不识人间烟火啊 有点人气行不行啊 可是 这么多人 我一个个解释过去 真的很累啊 真的是 庄严 看什么呢 你关注他的微博干嘛啊 他的电影拍的挺好的 算了 你开心就好啊 我去给你拿个东西啊 你等我一下 好 沙海记这次的圣诞海报也太好看了吧 大大的画风好棒啊 哇 关注大大了 希望大大以后也要多多铲戳 你这是什么 哈哈 圣诞礼物加乔迁礼物 荡神毛绒熊 外上可以抱着睡哦 暖化 给 我睡觉没有抱东西的习惯啊 那就放床上当个板上嘛 我看你不是挺喜欢这些毛绒玩具的 这次搬家还带了几个过来 那些是娃娃机抓的 那床头摆着的那个兔子也是啊 我看那个挺可爱的 和你长得也像 这兔子看起来和你还挺像的 你冻的脸都红了 耳巾也是 跟个兔子似的 真的像吗 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 你怎么就学不会咬人啊 滚吧你 那我真滚了啊 明天早上有个中央会议 迟到了股东那边又要念叨死了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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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tten了 好嘞 发行 так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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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